字幕君 李宗盛 字幕君 李宗盛 字幕君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ky 今天又要帶各位到哪裡玩的呢 這次我來到桃園機場附近看飛機 還記得前幾集都是帶各位到 台北松商機場附近看飛機起降 沒想到大受歡迎 原來大家這麼喜歡看飛機 後來陸續都有收到網友提供 桃園機場附近看飛機的好地方 我查過這些名單之後 發現交通不是這麼的方便 後來我找到一家第三航廈咖啡廳 這個地方是交通最方便的 它就在機場捷運大園站附近 有兩個方式 第一種就是搭火車到桃園 然後再轉乘公車到這裡來 或者是搭機場捷運到大園站 再轉乘公車到這裡來 這兩種方式我都會跟你介紹 現在我把鏡頭轉過去囉 這裡是機場捷運A15大園站 它只有一個出口 當你走出來的時候 往左轉就是公車的後車停了 在這裡搭乘5040工程 在這裡搭乘5040工程 有一個重點要注意 往乘和反乘都在同一個站點停號 如果你弄不清楚方向 上車的時候問一下司機 請問有沒有到海風站 有的話再上車 比較保險喔 這裡是桃園火車站 中正路大同路出口 我們要搭的是5040以及5086公車 現在我帶你到站牌 在這裡搭乘50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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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5040以及5086公車的站牌 桃花園飯店 我們簡單看一下路線圖 我以5040為例子 我們在桃花園飯店 我們要搭到海風這一站下車 路線圖比較模糊 我會把路線圖以及時刻表 網址連結放在說明欄 你可以點來參考一下 我已經到海風站了 車程總共約50分鐘 又想像中的還要久 桃園工程上下車都要刷卡 下車之後呢 就到第三航廈 咖啡廳 很近喔 完全就不用走 如果你要返回桃園火車站 你就過馬路 返程的後車停在對面 如果你不想要再搭50分鐘回火車站 你可以在同一個後車停搭乘5040公車 下一站就是機場捷運大園站 桃園機場 桃園機場畢竟是國際機場 這裡的飛機都是大飛機 而且航班又密集 不時之間就從你頭上飛過去 這家咖啡廳有一樓和二樓 一樓是室內有冷氣 二樓是戶外的 看你要坐室內還是坐戶外 這裡的飲料大概就150元台幣左右 或者是你可以額外在家點個點心喔 坐在戶外呢 你就可以看飛機起降囉 還有一個重點 這裡不能刷卡 只能出現 好軟件 這裡的飛機輪到了 這裡的飛機落地 這裡的溫度 好軟件 有機油 我們有看到啦 我們有看到啦 我們有看到 自己慢慢調啊 我們有看到 我只能叫飛機彈的衣服嗎 也可以啊 不要觸摸他 太多小 最後跟大家聊一下公車的部分 5086的班次很密集 平均20分鐘就有一班車 所以大家不會等太久 反倒是5040班次比較少 可是5040他可以到機場捷運大園站 5086只有部分班次才有到機場捷運大園站 還是請各位查詢好時刻表 讓你的旅程會更順利 好今天的旅程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多多分享給朋友知道 邀請他來這裡一起看飛機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就趕快訂閱 記得打開小鈴鐺 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的旅遊和交通資訊 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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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